Boss杂谈 经济有料 老家常 Boss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惊心动魄的金融鬼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 如今却正在加速清零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 简称金交所 表面上看 这些金交所的清零似乎是件喜庆的事 毕竟官方说这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 防范金融风险 但是 作为一个资深的财经八卦主播 Boss我今天就要给大家揭开这清零背后的惊天内幕 别急 听Boss我慢慢道来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金交所的前世今生 像当年 地方金交所可是各地政府眼中的香波波 争先恐后的批 就跟批发大白菜似的 为啥呢 因为他们打着盘活金融资产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漂亮旗号 实际上呢 哼哼 说白了就是变相给地方政府和那些 关系户企业开了个方便之门 方便他们借钱 你们可能不知道 2010年才有了第一家金交所 到最高峰时 居然一度有70多家 这速度比下角子还快 这背后的猫腻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那时候 地方金交所简直是呼风唤雨 成头债 非标业务 什么赚钱搞什么 简直是脱箱的野马 什么金融创新 什么服务实体经济 都是幌子 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圈钱 举个例子 就拿泛亚有色金 数交易所来说吧 这家交易所打着稀有金属投资的旗号 非法集资超过430亿元 涉及22万投资者 这还不算完 还有昆明泛亚事件 通过地方金交所平台发行理财产品 承诺高额回报 最终导致数千名投资者血本无归 再来看看中进系集资诈骗案 通过地方金交所平台 非法集资超过399亿元 涉及13万投资者 这些案例都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背后 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圈钱 而地方金交所 就是这些不法分子的帮凶 可好景不长 这野马跑得太快 终于杀不住车了 风险一个接一个的爆 先是P2P爆雷 再是各种理财产品违约 把老百姓的棺材本都给卷走了 这一下 上面坐不住了 开始整顿 从2011年开始 整顿的号角就吹响了 一轮又一轮 可这金交所 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生命力顽强着呢 直到今年 这清零的步伐 才算是真正迈开了 根据公开资料 今年2024年 来全国至少已有20家金交所 宣布关停 包括广东省 河南省 黑龙江省 山西省 海南省 吉林省 江西省 湖南省等多个省份宣布 以实现辖内金交所清零 这场面 怎一个惨烈了得 就拿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简称北金所 来说吧 这可是2010年5月30日 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 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 专业化金融资产交易机构 结果呢 今年8月底前 就要终止服务了 这些曾经的大佬 也乖乖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 BOSS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这可不是什么市场优胜劣汰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集体自杀 卫石魔智魔说 你想想 这些金交所背后都是谁 都是地方政府 他们会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摇钱树倒掉吗 当然不会 所以 这清零的背后 很可能是一场金蝉脱鞘的游戏 他们把那些烂账坏账 都打包处理掉 然后换个马甲继续玩他们的金融游戏 BOSS我今天要大胆地说一句 地方金交所的清零 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规范市场秩序 防范金融风险 而是为了掩盖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转移金融风险 数据说话 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2023年底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35万亿元 但是 很多专家认为 实际的债务规模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可能高达60万亿甚至更多 你信吗 反正BOSS我是不信 那些隐性债务 就像地雷一样埋在地下 随时可能爆炸 地方金交所就是这些隐性债务的重要通道 他们通过各种金融创新 把债务包装成理财产品 卖给老百姓 等到爆雷的时候 就说是市场行为 跟政府没关系 再来看看城投债 截至2023年底 城投债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 这些城投债 很大一部分 就是通过地方金交所发行的 现在 他们把金交所清零了 那些烂账坏账 也就跟着消失了 至于那些血本无归的老百姓 谁在乎呢 BOSS 我今天还要再大胆地预测一下 地方金交所的清零 只是治标不治本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就像一个毒瘤 不把它彻底切除 它还会继续扩散 你看 金交所清零了 他们还会想出新的办法来借钱 城投公司 融资平台 这些老朋友还会继续粉末登场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死循环是怎么形成 首先 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需要大量资金 但是 他们的财政收入有限 怎么办 于是 就想出了各种创新的融资方式 金交所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打着盘活金融资产的旗号 实际上是在为地方政府 和一些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通过发行各种创新型金融产品 他们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 但是 这些资金并没有真正用于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相反 很多都留下了房地产 基础设施等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领域 结果就是 债务越积越多 而经济增长 却难以为继 当风险开始暴露时 监管部门开始出手整顿 金交所被清零了 但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并没有消失 他们又会想出新的办法来借钱 比如你看看城投公司 这些公司表面上是独立运营的企业 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影子银行 截至2023年底 城投债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再比如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挽起了融资租赁的把戏 他们把公共设施卖给融资租赁公司 然后再租回来使用 这不就是变相举债吗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大搞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表面上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 实际上很多都是变相举债 所以BOSS我要说 这个清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它只是把问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 到头来还是老百姓买单 让我们再来深入看看这个地方债务的黑洞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35万亿元 但是 这个数字真的可信吗 很多专家认为 实际的债务规模可能高达60万亿 甚至更多 为什么会有这模大的差距 因为官方数据只包括了显性债务 而大量的隐性债务并没有被计算在内 这些隐性债务主要包括 一城投公司的债务 虽然城投公司名义上是独立的企业 但实际上他们的债务往往由地方政府兜底 二PPP项目中的政府支出责任 很多PPP项目实际上是变相举债 政府需要在未来多年支付大量资金 三政府购买服务形成的债务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长期购买服务的方式 实际上形成了债务 四国有企业的债务 很多地方国企的债务实际上也由政府兜底 这些隐性债务就像冰山下的部分 虽然看不见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不仅规模巨大 而且风险更高 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 更可怕的是 这个债务黑洞还在不断扩大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举个例子 某地方政府为了还以前的债务 又发行了新的城投债 表面上旧债是还上了 但实际上总的债务规模并没有减少 反而因为利息等原因而增加了 这就像一个人用信用卡A的额度来还信用卡B的欠款 看似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实际上债务总额并没有减少 反而因为高额利息而越欠越多 更糟糕的是 很多地方政府的举债并没有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领域 而是投入到了一些面子工程或者效益低下的项目中 这就导致了投资回报率低 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结果就是债务越积越多 而经济增长却难 以未济 这个财政窟窿就像一个无底洞 越填越大 现在让我们来揭秘一下地方金交所 是如何把这些债务包装成香喷喷的理财产品的 首先地方政府或者相关企业需要融资 他们就找到金交所 说兄弟帮帮忙 我们需要筹集一笔资金 金交所这时候就开始发挥创意了 他们会设计出各种花样繁多的金融产品 比如 一 定向融资工具听起来很专业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种债券 二 资产支持票据 这个更高大上了 实际上就是把一些资产可能是应收账款 也可能是一些不良资产打包 然后发行成证券 三 收益全转让 这个就更厉害了 把未来的收益全卖掉 换取现在的资金 这些产品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 他们的本质都是债务 只不过 金交所把他们包装得很漂亮 让人看不出来而已 然后 金交所就开始大肆宣传这些产品 他们会说 这是政府背书的理财产品 收益稳定 风险低 还会画出一些很漂亮的饼 年化收益率8% 保本保息等等 很多不明就里的投资者 就被这些漂亮的宣传词给吸引了 他们想 这磨好的产品 不买白不买 于是纷纷掏钱购买 但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所谓的理财产品背后 其实就是地方政府 或者一些企业的债务 而且 很多时候 这些债务的风险 远远高于他们想象的 举个例子 就拿中进系集资诈骗案来说 他们通过地方金交所平台 非法集资超过399亿元 涉及13万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 以为自己买的是低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结果呢 血本无归 再比如昆明范亚事件 他们通过地方金交所平台 发行理财产品 承诺高额回报 结果呢 又是一场空 这就是地方金交所玩的金融魔术 他们把高风险的债务 变成了看似稳健的理财产品 这不是魔术 这是骗局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这次金交所清零的真相 表面上看 这是在规范市场秩序 防范金融风险 但是 BOSS我要告诉大家 这背后隐藏住更深的毛泥 首先 这是一种风险转移的手段 地方政府通过关停金交所 把那些烂账坏账都清零了 但是 这些债务真的就消失了吗 当然没有 他们只是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比如 有些债务可能被打包卖给了资产管理公司 有些可能被转移到了其他的融资平台 还有一些 可能直接变成了政府的隐性债务 其次 这是一种甩锅的行为 当这些金交所关停后 那些已经售出的理财产品怎么办 很可能会出现违约 但是 地方政府就可以说 这是市场行为 与我们无关 最后 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那些购买了这些理财产品的投资者 他们的钱 可能就这样没了 而那些通过金交所融资的企业 也可能因为失去融资渠道 而陷入困境 导致财源 欠薪等问题 所以 这个精灵 看似是在整顿市场 实际上 是在转移风险 把责任推给市场 和老百姓 现在 金交所是清零了 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报所敢说 绝对没有 因为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病 没有消失 他们还是需要钱 而且需要更多的钱 那么 他们会怎么做呢 首先 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依赖城投公司 虽然城投债 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风险 但很多地方政府 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个工具 截至2023年底 城投债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其次 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利用PPP模式 表面上是在吸引社会资本 实际上 很多PPP项目都是变相举债 而且 这种模式的风险 更加隐蔽 更难监管 再次 他们可能会发明新的金融创新 比如 最近一些地方 开始玩起了融资租赁的把戏 他们把公共设施 卖给融资租赁公司 然后再租回来使用 这不就是变相举债吗 最后 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依赖 政府购买服务 通过长期购买服务的方式 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债务 所以 金交所的清零病不是终点 而是地方债务问题的 一个新起点 这些债务就像是一条变色龙 不断地改变形态 但本质并没有变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债务的黑洞 是如何吞噬经济增长的 首先 大量的债务导致利息负担沉重 地方政府需要用大量的财政收入 来偿还利息 这就减少了 可以用于民生和经济发展的资金 其次 为了偿还债务 很多地方政府 不得不采取一些短期行为 比如 卖地 但是 这种做法 虽然能够短期内货的资金 却会加剧房地产泡沫 增加长期风险 再次 大量的债务导致投资效率下降 为了偿还债务 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盲目上马一些项目 而不考虑这些项目的实际效益 结果就是 大量资金被浪费在了一些面子工程 或者效益低下的项目上 最后 债务问题会影响地方政府的信用 一旦债务风险暴露 投资者会失去信心 这就会导致融资成本上升 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 这个债务黑洞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不断地吞噬住经济增长的动力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长期的低迷 Boss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 看清真相 不要被那些漂亮话给迷惑了 地方金交所的清零不是什么好事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骗局 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不要轻易相信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记住 天上不会掉馅饼 高收益必然伴随著高风险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关注地方债务问题 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 防止他们继续挖坑 因为最终 这些坑都是要我们老百姓来填的 最后Boss我想说的是 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不能只靠清零这种运动式的方法 我们需要更深层次 更系统的改革 首先 要建立健全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明确划分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 建立统一的债务管理平台 实现债务信息的及时公开和透明化 其次 要改革现有的政绩考核制度 不能只看GDP增长 要更多的考虑财政可持续性 债务风险等指标 只有这样 才能抑制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冲动 再次 要加强金融监管 堵住监管漏洞 不能让那些打住金融创新旗好的 皮包公司有机可乘 同时 要严厉打击各种金融诈骗行为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最后 要推动经济接购转型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只有实体经济真正强大起来 才能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 总之 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需要政府 企业 民众各方面 共同努力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长期坚持 需要魄力 更需要智慧 大家是怎么看待地方 金交所加速清零的呢 欢迎留言 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